好 志偉說的這種人有嗎 有 確實有 但是總要自他一下吧 對不對 廖老師 你如果你的怎麼處理 這屬於無鬼小人型的 無鬼小人型 要處理這個嗎 要 要怎麼處理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處理其實不要用到這個科語法式 其實我們交朋友要認清他的性格 這邊就是認清 對啊 認清就是斷捨離 其實他不要想太多 對 周老師 我的處理方式是 對 大家不要來用 對 就這樣 拉開 對 因為有很多東西 就是說人家說 用斷捨錢去百捨的人 對 我們就要知道說 這個人以後跟你任何 他如果不再跟你打三天了 你打三天 他也不會跟你打你的錢 所以這種人 你幹嘛還要再跟他交往 對 我們就不要再跟他交往就好了 我應該跟周老師一樣 但我會再多做到一步 就是說萬一這個人 他可能跟我認識的朋友 或公司有往來 我可能會去提醒那個公司 可是我自己也會很問 因為有時候這樣子 反而是太雞婆 對 有時候反而被 那個當事人知道之後 他反而會記恨我 那這反而是另一種得罪 所以我自己這個也很難拿捏 變成說你多報虧 因為多 因為像這樣的人 他的人格特質 本來就是會去占人家便宜 然後貪小便宜什麼什麼的 所以當他發現 本來我跟某某公司可能的生意 後來怎麼好像隱約 人家不再跟我往來 後來去探廳之後 發現是我從中去幹嘛的話 他反而會來報生 好 不然就這樣 因為周老師他吃四千而已嘛 付兩萬塊也要給他 對 我都沒吃到 你當時多付兩萬塊嘛 不然我們就多花五萬委託優律師 這應該沒得到吧 這個很難 很難討 阿優律師你會自他一下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自 可能你付出的成本時間不划算 不會好就對了 但是我可能會跟那個朋友講一聲 就他約了那個朋友 就是優律師 對 我可能跟優律師講一聲說 當天其實是怎麼樣的狀況 貓子摸著就對了 還是任虧啦 扔一扔都看 扔一扔 我很怕我跟優律師講 會說你是要跟我要那一萬多塊 對 所以我是都沒有講 什麼叫做 扔一扔 扔一扔 心中扔 心中扔 扔貓子也不要穿褲 好 這個立方這邊有一個學妹的案例 這個是怎樣 因為現在剛剛鄭大哥一開始有講 現在很多的年輕人談戀愛都AA制 那我覺得也很公平 沒什麼不好 或者是像有些人就是說 這頓我請下頓換我請這樣子 就換你請這樣子 彼此都有互相 也不用真的算那麼清楚 那這個學妹是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跟同學 就會去吃那個熱炒店 熱炒嘛 那通常我們都是 通常太開心了 都或很久沒碰面 每次那個聚會結束 就會還會去門口再繼續聊 然後想說是不是要去下一團 誰可以 誰不可以 像我們這種有小孩 通常就不可以 那這個學妹就帶這個男朋友去 通常因為他比較不能融入 那個他的同學圈 所以通常就是會去在旁邊 然後默默去付帳的那個 那付帳也很乾脆OK 就算出來嘛 然後現在就很多的Line Pay 比如說算出來這一團 就是五千多塊 在場幾個人就一人多少人 好 那也Line Pay來 然後比如說Line Pay給女友 然後女友再回給男朋友 這樣子 不得了 那在門口在講話的時候 就還在那邊講說 意猶未盡 突然他男朋友講話了 他說不對 不對 然後大家就嚇一跳 什麼不對 都算完 然後博士夫給你 不對 然後就 就指著某某某 比如說周老師 你剛剛有多喝一罐那個綠茶 三十塊 因為你是一個人喝 因為一罐 三十塊 所以不應該分攤 所以我重算一次 他每個人 然後你要多付 就是你那三十塊 然後當場 三十塊 對 所以當場你看那個學妹 面子就有點掛不住 那別人也是這樣一陣尷尬 但也不能說 因為他講得很認真 那別人也說 好 那我看還要再多少 我們再來出立即了 這樣子 後來就有那個 他的同學就跟學妹講 我學妹講說 你這男朋友會太誇張 會不會也太口了 那一定要計較成這個樣子嗎 然後他說對啊 那他就是這個個性 那我決定剛剛廖老師講那個 幾萬塊那個把他追回來 對 不行啦 不能跟這個比較 把那個追回來 他這樣幾萬塊的算幣 這三十塊而已 這三十塊也要 但是後來他們還是分手了 一定要分的 因為真的這個呢 就是這個同學 就是這個學妹 也會覺得說 那個男的真的是太精心激焦 OK 我跟同學出去 你一定要這麼難看嗎 是 也不是多少錢 對 那就當真的三十塊 你請周老師 我同學喝一罐綠茶 又怎麼了 對吧 那如果你在婚姻裡面 碰到會計較的呢 會計較 我基本上 我好像就很實力 對啊 對 我就會摸摸鼻子 就自己就認這樣 該出的就要出 對 常常在摸鼻子嗎 比例不低喔 對 拿上摸 對 OK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更扯的事 就是說情侶分手 竟然要把兩年的吃飯前 把人家要回來 這個是怎樣 就是像因為現在真的 我聽滿多AA的 然後因為再加上 我有那個財經 就是理財顧問 所以有時候 會有一些諮詢案這樣子 那這個是怎樣 就是分手後 女生LINE 就收到一個 一份Excel表的檔案 這是什麼呢 這個分手之後 那個男生把過去 你跟我一起出去吃飯也好 出遊也好 曾經的花費 以前我花的 現在你都要分算一半 以前在交往的時候 算我的沒關係 因為我們是男女朋友 現在既然我們分手了 我們過去也就當朋友一場 你出的 你吃的 那你就該出這樣子 所以很扯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那怎麼會 會這麼 這麼口 這麼愛計較這樣子 然後那個女生後來就回想 好像是有那種跡象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男女交朋友的時候 不是有我會有什麼情人節 然後什麼交往紀念日 什麼什麼的 會送一些小禮物 他基本上幾乎沒有收到 他收到的都是什麼呢 都是那種男生收到的 股東會紀念品 有些廠商 有些公司會送你 那個便利商店 那種商品卡 一張一百塊 那收集幾張 那就給他很好用 那你中午吃飯 這個還可以拿去抵 尤醫師 尤醫師 如果你追一個女生 那追了兩年 那你會記得以前請 那吃什麼飯吃多少 因為那男的都有在記帳 就厲害 怎麼可能 兩年記不起來 上禮拜吃什麼都記不起來 對 而且還把錢記下來 我覺得這個男生太口了吧 真的有這種男生 可是除非他本來就有記帳的習慣 有 他有記帳的習慣 隨便才會那麼清楚 四位 你怎麼有記 沒有 我就不會記這些 對啊 那要記 因為兩年後 搞不好要要要回來 對啊 那會要回來 這樣的人太不快樂了 對啊 何必這樣子 對啊 他的心智很不開闊 對 記帳是為了方便自己 知道自己的出入 然後理財 對 不是要來計較的 對 我記得我當兵的時候 我們連上的長官 曾經這個跟我說 他要去把他追的一個女生 送他的項鍊把他要回來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們分手了 對啊 就真的有這種人啊 對啊 好 我想說有人這樣 這男生跟同學 沒有同學 對 因為一個斤斤計較 對你小氣的男人 他的愛很有限 因為他心聲不夠寬廣 他最終最愛的只有他自己 對 小氣的人就要交往下 才知道對不對 對啊 什麼看什麼面相 那都看不出來吧 也是可以看啊 周老師都常常在看啊 面相看出來 應該是多少看得到 對啦 那他的特徵是什麼 譬如說這個人 如果說他的眉頭 他擀 就兩眉之間比較窄 那這種人就斤斤計較 就是你鑑到中的中間 過程中會斤斤 再來就是眼睛 你不要一直弄張開啊 很簡單啦 刮就好了啦 刮啦 刮啦 用那個剃刀刮 對啦 這兩個中間 弄得開 弄得開 久了你就開 你就想不開啦 相隨心改嘛 就自然就這樣子啦 如果說像 如果說 你看到這個男生 他的眼睛是多白 因為眼球 例如我黑眼球 如果比較大一點 就可能比較不會計較 是喔 人比較好 你如果說他的眼球 是很小而已 眼白很多 那個如果你要跟他交往 就比較小心 要算就算五千 因為你也要算 一紅多少錢 一次多少錢 順便也要討 也要討 你說什麼 我剛才去買了 你聽不懂 我說聽不懂 好 要討好 還有嘴巴太小的 心量也會比較小 嘴巴小的心量也會比較小 嘴巴太小不好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